原警冲刺跑白米 因为逃亡23小时的寿行人 就在前方菜园 真的累了 嫌犯饿到没力 听到原警要买便当 让他忍不住笑出来 真是狼狈 全身沾满泥土 而身上穿的还是逃逸当时 偷一套衣服 朱镜男子在彰化监狱服间 疑似与其他寿行人 有了金钱纠纷 加上父亲半年前往生 想回家祭拜 前一天他在方苑 玻璃工厂外衣间翻墙落跑 毫无遮掩地走过乡间小路 监视器还拍下 他出现在距离工厂 五公里外的产业道路 10点半声称上洗手间 但从此消失 11点05分通报预防 他从彰化方苑 徒步走到二林车站 一路上转搭公车又搭火车 最后回到永静老家 那出信发行看到警方出现 他立即从359号的一个后门来逃跑 那我们立即来展开追逐 私下声称他与育友有金钱纠纷 加上父亲过世半年 想回家祭拜再自首 拿着身上3000元零用金逃亡23小时 原本明年1月就能出狱 这下子恐怕星期又得加重 记得陈上伟黄乔富彭馨 彰化报导 好 如果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